我們先抽那個 上次的 今天要抽的是那個 來我今天再幫他打一次廣告 好不好 Avire Avire的這個 我們Avire的這個充電線 他是低電阻高純度的充腳體 好不好 我看一下 這個 先抽這個 充電線 總共有 10條嘛 對不對 還有 我等一下一次抽 都要導入畫面了 還有10個是這個 車子專用的車充 好 首先我們看一下分享 我們先把這些人刷過一輪 好不好 刷過一輪 讓他 跑一下 跑一下 好不好 大家非常的踴躍參加這個活動 我們要抽10個 10條這個iPhone的充電線 好不好 我要抽囉 好出來了 我唸一次 然後呢 這個 有得獎的觀眾朋友記得私訊到我們的粉絲專頁 提供給我您的收件人的資訊好不好 來 黃一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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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一豪不是在說相聲那個嗎 然後 林 會 沙茶陽 庫蒂 張庭嘉 包子 尤順鴛 猴克舞 陳冠華 李秉哲 兄弟 兄弟 真的很大手比 讚 好 恭喜這10個人 再抽10個是這個 車充 車用充電器 10名 許玉璇 林志遠 莊淵智 莊淵智好像抽到兩個 媽運氣真好 陳宏生 周德盛 靠CW 洪偉順 蔡成君 好 接下來我們要抽 最大獎 這一次的 精選集的內容 我覺得哪裡最好笑 就是那一天 首先第一個獎是什麼 車用相分 四名齁 四個車用相分 恭喜蔡佩文 謝明智 葉博成跟吳正榮 帽子 欸 有沒有 白色的這個 黑人的這個帽子 兩名 帽子兩名齁 這樣抽就快了 許小豪 劉崇瑞 接下來這個獎品是 欸 我跟你講買不到了 這次真的可以嗆買不到了 莫忘中出的這個T-Shirt 喔 莫忘中出的T-Shirt 還附一瓶這個 車用相分 來 林中益 來 第二個是我們的 黑色的這個 口罩T-Shirt 一名 Ken Huang 接下來也是已經 絕版的莫忘中出T 不挑尺寸 附帶汽車香水一組 組合包 組合包 Sam Chow Sam Chow 你好 Sam Chow 恭喜你 欸 下一個我有拆封一個好不好 啊 你們如果收到有拆過 也不要那個 不要罵我 法拉利的手拿包 黑色的法拉利 有沒有 黑嘛 黑馬 黑馬 好不好 好 黑馬兩名 威爾魯 還有Grace Huang 再來是紅色的法拉利手拿包 兩名 有沒有 紅的 紅的 紅水遊島玩 水的古人玩 Steven Young 你好 恭喜許玉君 還有曾信杰 再來 下一個 喔 這讚耶 這 禮盒 禮盒組 來 馬克杯 組 兩名喔 Jordan Ling 江柏銘 恭喜你們 這個是法拉利香水組 有九個是不是 哇 好香喔 來 Ken Huang 徐小豪 卓盛凱 來 秋昆劍 杜智賢 壓什麼 我這樣我不要黏好 啊 油電片 起安 烏好難 好 九個 恭喜你 下一個 這個是 也是法拉利的香水組 好不好 四名 來 汪丹尼爾 朱毅凡 許承倫 阿丹料 四個 好不好 恭喜你們 喔 這比較大瓶喔 來 普拉達黑 普拉達黑 好 抽出一個 普拉達黑 江 家 豪 普拉達紅 這也是香水喔 南用香水 一個 黃冠豪 藍色巴薩菊 男性香水 也是一個 周鴻偉 賓士香水 一名嘛 抽 汪丹尼爾 來 看到沒有 猜猜看手錶 GAS 這個看起來 表徑應該是44 一名 好不好 要怎麼領獎我等一下跟你們講 還是粉絲頁公布 好不好 我這天還沒 高 立 菜 恭喜喔 下一個 亞曼尼 黑熊最愛的亞曼尼 阿曼尼 然後他是三眼黑色的 抽一名 黃婉禎 阿再來這個馬薩拉蒂的 矽膠錶帶的手錶 馬薩拉蒂手錶一名 哈 hen michel 來抽獎囉 現在剩下三個特別獎 是我選的好不好 我選三個給你們 我選第一個這個 達官山甩鳥王 因為達官山甩鳥王 因為達官山甩鳥王 是我剛開始拍這個 YouTube影片的時候 當時的流量非常的低 看的人也非常的少 我覺得會去挖這一篇出來 就代表可能已經看了我 很久的影片 才會去挖這一篇出來 好不好 那我送給你 這個人小事個人的一個心意 這個是法拉利的香水組合 三罐裝 三罐裝 下一個齁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蠻多都蠻好笑的 好這個 翁宇謙 恭喜你得到馬斯奇諾的 馬斯奇諾的折疊傘 是不是 欸 這我很喜歡欸 我跟你講我自己 車上我就用這一隻 好 我們再找尋下一個 來 這一段我其實我也蠻喜歡的 來 就這個拉 好不好 看到沒有 這樣照片拍得多好 還有景深 後面嗎 泰山的那台 紅色的爛車都霧掉了 有沒有 這個 恭喜 這個 酷酥咪 賣 酷酥咪 賣 矽膠表帶喔 這個是 三眼的 好不好 衝完了 耶 謝謝大家 恭喜啊 欸 沒有得獎的 不要氣餒 好不好 只要小事還活著的一天 還沒有倒 我就一直回饋一直回饋 一直回饋 好不好 回饋給大家 之後齁 我們還是一樣 像這個月因為太忙了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要有公益車 泰山 這個月公益車咧 還在燙 哈哈哈 還在燙是嗎 要用燙的給人齁 好 這個 我們每個月還是 還是有公益車 所以 然後每個 我打算這樣好不好 以後我們 我們 一直在 其實我真的 也不太想激發什麼 太多流量 因為 我上次 直播講過了齁 引發太多的 你那個出頭草有沒有 很容易被人家 當作焦點 然後像今天齁 今天 今天我們採過出去 孤車啊 你知道孤車的客人講什麼嗎 孤車的客人說 欸 我聽說小獅你們 你們來收車 你們不是都是用這個仲介的方式嗎 然後我們採購 我們採購阿翔喔 翔哥 就說 蛤?什麼意思 他說 我在外面聽說 你們小獅汽車跟人家收車 都是沒有買斷的 都是用仲介的 我們阿翔就問他說 你聽哪裡說的 他說沒有啊 就 聽朋友說這樣 阿翔阿翔回來跟我報備齁 那是不是說外面 就是 都會有一些人 把小獅汽車 當作一個攻擊的目標嗎 人家說 啊我去賣小獅汽車 喔不要去賣他啦 他都 他都是齁 仲介的啦 他不會跟你買斷的啦 怎麼樣怎麼樣的啦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講齁 當然我 基本上我在這個行業 我相信 我相信一定會有同業 會去說這種話 阿這好爛的啦 小獅家說狗怕的大娘啦 齁 怎麼樣怎麼樣 那我這邊跟大家講說 我們出去買所有的車 如果你們看我的YouTube影片 YouTube影片 都是真的 我們就是現金直接交易 全部都是全額買斷 而且最重要的一個重點 我們回來還立即過戶 我們回來還車子都立即過戶喔 很多車商跟你收車 收完之後是不過戶的喔 他是不過戶 他說我錢都給你了 阿你等我賣掉 你等我賣掉那個 以後齁 我再把你過戶啦 這樣我車才不會多過一手啦 要不然我跟你收那麼高 對不對 先不要過戶啦 先不要過戶啦 齁 所以很多車商不願意過戶 他會用很多說法 他說阿我給你估高一點 然後你先 先不要催我過戶 阿等我賣掉再過戶這樣 阿我車不會給你 開出去亂 做壞事這樣 阿反正我們有簽合約嘛 那我可以跟大家講齁 小獅 汽車 出去外面收車 第一個 我們一定就是現金交易 不然就是匯款 第二個 我們回來 車子一定 只要給我們半個工作天的時間 我們就會完成過戶 線上如果有 曾經賣過車給我的人 你們可以出來現身說法 我們就是現金交易 直接過戶 直接買斷 我們沒有在不過戶的 其實我最近遇到很多問題 我其實 上次我遇到一個 我開給大家看 阿不是 跟大家講 有一天 凌晨的3點40分 我收到一個訊息 他說 小獅哥我覺得你車都賣太貴 我就說 喔好是 好謝謝指教 因為我的想法很簡單嘛 阿你覺得貴你就不要買 首先我先說第一點阿 我先說第一點阿 你如果 你要吃滷肉飯有很多地方 你覺得狐須一張貴 你就不要去吃嘛 對不對 你會去跟狐須一張 講說 你叫你狐須一張出來 你滷肉飯不太貴 快點 你就進去狐須一張有沒有 你會去幹這種事嗎 我們與其 我先什麼都不要講 好 就 單就 貴這件事情 半夜3點40分 傳這個訊息給我 我他媽的 我好死不死 我還沒睡 我才厲害了 欸我還沒睡 我才屌 我覺得最屌的是我 我還沒睡 呵呵呵 好 這是第一個 再來 我要講後面的事情 真的比人家貴嗎 貴多少 貴到什麼程度呢 二手車這東西 它 它有 它有一個行情 對不對 但是它是會有 依照 車礦 高跟低 會有不一樣的狀況產生 這樣子 這是一個 我一個說法是說 東西貴不貴 是市場機制 不是我決定的 我是跟他講 我說不是你說貴就是貴 也不是我說便宜就便宜 我們兩個都沒有辦法去 控制 沒有辦法去 講出說 到底這個東西是貴還是不貴 這件事 都不是我們兩個在講 很簡單 太貴的東西 就是賣不掉 然後 電就是倒了 就這麼簡單 第二個 問題是 你說我車賣太貴 那台車 一個禮拜就賣掉了 我就是一個禮拜就賣掉了嘛 啊你在旁邊說 我覺得你賣太貴 啊很奇怪啊 鬍鬚昌倒了沒 大家說鬍鬚昌滷肉飯太貴 鬍鬚昌有沒有倒 鬍鬚昌有沒有倒 沒有嘛 罵分店還越開越多 所以 很奇怪嘛 就是會有些人在旁邊說 欸 哇鬍鬚昌好貴喔 幹 貴死人 我沒給人吃啦 我在黑店嘛 在旁邊 喊燒 結果人家過得好好的 開得好好的 你沒有體驗過 喔這就是下一個 你來跟我買過了嗎 我的東西 值不值那個錢 你體驗過了嗎 你只是躲在遠遠的 看這個東西 你說很貴 對不對 喔好貴喔 他賣好貴 你就在遠遠看就好了 你永遠都在旁邊看啦 好 這個又是其中的一點嘛 齁 其中的一點 你根本就沒有 買過 你沒有 你不知道我的服務 不知道我的東西 你憑什麼嫌我貴 對不對 再來一個 這是二手的東西 它本來就會有一個高低的落差 依照品項 依照品項 它本來價錢就會不一樣 我不認為 什麼樣 什麼東西叫做貴 什麼東西叫不貴 齁 沒人買的東西就是貴 有人買的東西就是不貴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然後 他的意思是說 我覺得齁 其實有很多的 我常 其實齁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其實在我們這個歡笑的前面 的背後 到底有什麼樣的困難 你知道嗎 我跟大家講一個 這我從來 不想要在 在前面講這些事情 有人說 欸小事我覺得你以前 這個沒那麼貴 現在很貴 那我與其不論 我認為我自己有沒有改變 但是 我只講一點就好了 我就講一點就好了 我們的所有買賣 都是合法報稅的 我們都是有發票的 如果有在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台灣的這個稅務機關 當你的營業額超過一個程度之後 你的稅金會被 不要說會被加 加那個%數嘛 一般可能是5% 10%對不對 那你過了一個營業額 你可能會被增加這個稅務嘛 很多人就說 小事你 你公司大了 你生意好了 所以你拽了 不是 因為我 我人多了嘛 那我 我營業額高的時候 我稅就要繳得多了嘛 那這個東西 本來就反映在我的成本上面 我一間店 小小間 我一個月賣10台 賣20台的時候 沒有這些問題啊 我一個人 加上一個 一個 幫手 我就可以 cover一個月10台 一個月20台 但是當我一個月40 50的時候 那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以前開過小吃店 我不講什麼小吃店了 假設便當店好了 你便當店 你一個便當你如果賣49塊 你每天都排隊 你到中午你每天都排隊 然後你裡面的人 本來只有三個人在包便當 我完了 因為客人太多了 你做不完 你就要再請三個人來包這些便當 然後每一次中午過了之後 所有人累的要死 然後每個月發薪水的時候 發完了 老闆剩沒什麼錢 啊每天都工作得很累 這個就是做生意的這個定價策略的問題 這個東西很簡單 你賣太貴你賣不好 啊 員工在那邊吹冷氣 喔欸 喔一個排骨 然後就包 很輕鬆 你單價調高了很輕鬆 但你生意不好 你還是付不了租金 一個做生意的概念就是 你的 營業額 跟你的定價 跟你的稅務 跟你人事的成本 都有 緊緊相關聯的關係 我不是一昧的請 很多人就沒事了 像現在 柯P 我裡面所有 泰山阿呆 所有的員工 大家忙得要死 那我也在想啊 我是不是該再請人來 問題是 我如果再請兩個 再請三個 那人事成本又 又墊高 那每個來都要照 都有勞基法 都有勞退 我們都要照保的嘛 對我來說 有比較划算嗎 我請多一點人 真的比較划算嗎 台數固定的狀況之下 增加人力 大家變得很爽 哇 大家阿媽泰山對不對 坐到那邊 幹啊 看Netflix對不對 還是在那邊看那個 Line群組的A片之類的 有沒有 閒閒的沒事幹 對我們公司 真的是好的現象嘛 所以我只是覺得說 這個事情的背後 有太多 一般人看不到的東西 我只是想要表達這個事情而已 有很多是 大家計算不到的 東西 那天跟他的 談話的最後 他 貼了一台 某一台車 然後說 你看 我在某一個網站 輸入年份 輸入這個配備 他才估 五十萬 小吃你賣六十幾萬 我說 我沒有告訴他啦 我就貼他笑臉而已 但是我只是想跟你講 市場是會變化的 絕對不是一個網站 你把它輸入進去 就會跳出一個數字來 然後他就是確實 他講的這台車 他在網站上查到的收購價格 五十萬 我想跟他說 如果這個車況好的話 你現在 這個時機 這個車現在市場在缺車 你知道嗎 你不知道嗎 我現在告訴你 你簽十台來 我都六十萬跟你買 你去外面找十台來 我 每一台都跟你買六十 你說他說 你說這個網站 說五十萬買得到 我可以告訴你 依現在這個狀況 這個車市場上 缺車的狀況 你去找十台車況好的來 我每一台都跟你買六十 這樣你就可以賺一百萬 首先第一個 你找不到十台 第二個 你找到的十台 不一定都是車況好的 但是如果你找得到一台兩台 我都六十萬跟你買 你根本 你不是在局內的 你不知道市場狀況是什麼 你不能用這個去判斷說 這個車很貴 你的車太貴 然後你就用網路上查的一個東西 你就可以斷定我的東西太貴 那我怎麼可以接受 我出去買這很簡單嘛 這個車 行情 假設是五十五萬 我出去收車 我假設 你里程數低 比如說2012的 你只有跑四萬 只有跑五萬 我五十八跟你買 六十跟你買 我願意啊 我高一點買 我願意啊 因為我可以保證 這個車 你的車況好 我回來 然後我可以花 很少的時間 金錢 去整修它 然後我賣給下一個人 我也很放心 因為你車 車況很好 那我高三萬 高五萬買 我願意啊 但是如果這個車 車況不好 行情五十萬 五十五萬 你要賣我四十萬 四十五萬我都不要嘛 我幹嘛要買 一台里程數那麼高 車況不好的車回來 對不對 我何必咧 所以我只是想要跟大家 跟他分享就是說 好啦 其實每個人都有 我也跟他講 其實每個人都有 發表自己 感覺的這個權利嘛 對不對 只是說 有時候自己的感覺 是不是準確的 第二個 你 跟老闆說 你的東西太貴 到底是什麼 你是希望我賣便宜一點嗎 還是你是希望 我賺不到錢 倒電 然後 小吃 直接結束掉 沒有這間店 我不知道 我 我常試著 其實那個 他發這個 訊息來的時候 我看了大概五分鐘 我想了大概五分鐘 我才回覆他 因為 我在揣摩 我試著 站在他的立場想 我試著檢討我自己 我說 他這個是 好意呢 還是他只是想來踢館呢 還是說 他希望小吃的價錢 合理一點 所以他好意告訴我呢 我揣摩了很久 可是 我揣摩不出來 我用我的腦袋 沒有辦法 融會貫通他的 他的這麼巨大的腦容量 想出來的事情 就是 我想不透說 我今天我覺得 一家店 東西賣太貴 然後 半夜發訊息 跟那個老闆講說 我覺得你賣太貴了 這個心態是什麼 我揣摩了很久 我揣摩 我這個人 我看到這個事情 我不會說 忙媽一把火 幹你啊 人家踢館是不是 好 自己燒賊 自己燒焦有沒有 沒來輸贏啊 我的人不會 可是 我有揣摩 我試著揣摩了 說他到底他的出發點 是為我好 希望小吃齁 不要賣太貴 才不會被酸民 以後被人家講說 小吃你賣太貴了 他是不是 好意 希望我這個 賣便宜一點 然後 我的名聲會越來越好 我公司就會越來越大 這樣 他可能是好意 會不會是這樣 所以我一直在 收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就一直在 思考 後來我想不透 我的腦袋 我後來發現 我的腦袋其實 我真的想不透 我是不會幹這種事啊 所以 我沒有辦法 理解到 會這樣做的人的 想法是什麼 對 我真的沒辦法理解 這麼多訊息 其實我收到很多網友的反饋 好的也好 不好的也好 可是 有些網友的訊息 可以很清楚的 讓我 體會到說 他們真的是好意啊 然後 希望小吃越來越好 像這一個事件 我也把它 我也把它歸內在 歸類在說 可能他也 觀察了我的車子 跟我的價格很久 所以他鼓起勇氣來提醒我這件事情 說 小吃你不要因為 變大了 然後變有名了 所以你就 意思就是 越賣越貴 那可是 我只想表達 就算我是真的 越賣越貴 他背後也一定是有 苦衷在 有很多隱形的成本 一般人沒有辦法體會 我坦白說 包括一些 他賣的車 車輛數 每個月賣的車輛數 沒有那麼多的車行 他也 沒辦法體會說 我們一個月 這樣子的一個 賣車的數量 會對公司造成什麼困擾 真的是這樣 真的會有困擾 那個光稅務的部分就差很多了 阿 不然怎麼辦 逃稅嗎 不可能啊 我們人 叫我去逃稅 我每天睡不著 我之前直播跟大家分享 我今天 小吃汽車 我就改一個做法就好了 我所有的員工啊 我都用業務承籃嘛 我不用負擔他的勞基法 我今天我如果用業務承籃 我跟泰山講 欸泰山 啊我那個 youtube給你管理 一支片 你就是多少錢 阿呆 一支片你就是多少錢 然後呢 賣車的部分 我就做安利就好了 我提供100多台的商品 我請30個下線 50個下線來 欸 那你們齁 我這裡有個基地 有個據點 你們每個人都是你們自己的老闆喔 好不好 所以沒有底薪 你們是為了自己的生活在努力 每天叫醒你的 絕對不是鬧鐘 好不好 絕對是媽媽 絕對是夢想 然後 我就 全部都是業務承籃 欸你賣一台車 然後我給你抽多少錢 你沒賣車 對不對 就沒有我的事 你來這邊做白宮 做骨公 掃廁所 移車 洗車 因為 車是你們的商品 你們每個都是老闆耶 我廠上的100多台車 你們都是你們的商品耶 所以你們有空來管理它也合理阿 上班也不用打卡 你們來就賣 賣了我就給你抽 我就做直銷就好了阿 所以 你們如果有去看一些網站 你會發現為什麼有 一台車 然後 幾十個不同的賬號在PO 一個小王汽車 一個阿呆汽車 一個苦瓜汽車 有的還是一個網美的照片 小玉汽車 有沒有 香香汽車 我跟你講 就是這樣處理的啦 我們嘗試著不要把 太多事情 講得 這麼直接 這麼明白 但是我是覺得說 我們 一旦要把所有的事情 步入正軌 所有的 法規都要完善的時候 我們會遭遇到很多不一樣 各式各樣的困難 那更不要說是 同業之間的這種 攻擊 但是我是覺得啦 如果是 惡意的攻擊 我是比較不能接受 但我想得出來 因為 我講了嘛 就是 沒本事就是要等別人出事 如果線上 有同業的朋友在看 我可以跟大家講 我一直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 你們覺得 小獅現在好像 喔 好像還不錯喔 可是 不好意思 各位 同業先進們 我也是在這行 努力了20年 啊 我就這半年 公司稍微營運的 還可以而已 不是說 喔 媽的我們一生出來 我們小獅就媽的聲音很好 也沒有 那我們在這個 宣導這一些事情的過程當中 也不是說 我要攻擊誰 我要攻擊誰 指名道姓 阿媽 甚至我連地區都不會講 如果有比較常在看我直播的人 你會發現 我不會去講地區 我不會去講什麼台南怎樣 台中的車行怎樣 那哪裡 中立的車行怎樣 我絕對不會去講這種話 但是我只是要跟大家講 今天沒有小獅出來 跟大家講這些事情 也會有 第二個小獅出來做這種事情 就像齁 我不是最近都沒有去上 電視通告嗎 我的另外一個好朋友 那個 2000有沒有 現在是不是他都偶爾會 去上一些通告 沒有啦 我覺得真的 無非我只是 我真的是蠻希望說 大家聽到二手車 不要 第一個反應就是 幹很黑 很黑 或者是說媽二手車不能買 所以不管誰 不管誰 去宣導 都很棒 好不好 只要大家覺得說 不要覺得說 好像二手車都是 媽的都是媽媽詐騙 我真的在 在跟大家分享一個啦 就是我們真的沒有想說 要把全世界的中古車商都 詆毀掉 然後都來找小獅買 那我最近也因為這個 人手不足 時間太少 所以我 車子上架的 時間跟數量其實我有控制 剛剛有 我剛剛看到有人說 他說我看部落格沒有那麼多車 一百多台 可是我跟你講 那是因為我不敢 PO上去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我車還是 給檢查完 才可以上架 所以 上架的速度 沒那麼快 第三個是有很多車 還沒有 上架就被買走了 對阿我現在最新的一個想法 就是說 多拍一些 好笑的片子 跟大家分享 散播一下正能量 順便把我的負能量 散發掉 有沒有 喔對你看 那個雷特士啦 雷特士陣併有公愛協會 齁 那大家記得 雷特士陣併有公愛協會 齁 我們都捐錢給比較大的一些 一些團體 那這小的團體齁 也要好好的支持一下 好不好 小小的捐款一下嘛 好不好 彌補你們平常做的壞事 呵呵呵呵呵呵 好不好 齁 這樣晚上睡比較好嘛 好不好 呵呵呵 好啦 看一下齁 大家晚安啦 大家晚安啦 好 阿記得齁 阿我們那個 沒有訂閱我們影片 要記得去訂一下 好不好 goodbye 掰啦 大家晚安